大家好 我是王武劳说办导 今天来到的主题叫做 硅芯片的魔鬼数字 魔鬼数字有很多个 今天讲的是四 跟驼背的齐 很有意思 这两个都有相关性 它的subject就是 fin-willis limit fin-engated bending 今天是今天要讲的主题 老规矩 讲之前我们来一些 icebreaker 魔鬼 魔鬼数字 大家看已经都知道了 666 是基督教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数字 希腊数字 这个是kai kai是600 zai是60 sigma是6 所以是666叫做kai zai sigma 是说真正的念法 基督教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 所以说要念成kai zai sigma 但是右边就是有名的 这个William Blake 非常有名的画师 画家 画的这个魔鬼图 number of beasts 他叫beast 野兽 我说就是圣经里面 把那个魔鬼都叫beast 但这里面没有660 很多的意思 中国呢 对666都不反感 很奇怪的 66大顺 66大顺 大吉大利 有人送红包 又送了36块 这是6成6 以轻人一众 也不错 不过你把 数字12345 一直加到36 加起来 总和 也是666 这也奇怪 这有意思的事情 在硅纳米制成里面 有哪些 魔鬼数字呢 我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 介绍了好几篇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篇 讲的是4 这个瘦 我们骑很瘦 像22纳米的时候 骑高是34 然后到24纳米的时候 骑高是4 骑的高度是42 不是42 你到5纳米 那更高更瘦 所以说 22纳米是矮胖 到14纳米就开始高瘦 到了5纳米 那更不得了 大概50以上了吧 那这个地方 它的宽度呢 能不能够不停地瘦下去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啊 说我们以前呢 这个中国的传说 楚王 楚王好细腰 宫中都饿死 他爱这个赵飞燕 瘦不饮骨 赵飞燕呢 他瘦不饮骨 喜欢呢 他可以在掌上跳舞 太瘦 他为什么要瘦呢 他因为吃减肥丸 那时候减肥丸 叫做袭击丸 把自己弄得瘦得要命 减肥太过 绝育了 不会生 这个其实在 归纳米世界里面 我们也是喜欢 我们也是 在设计师 也是喜欢 吃汉存地啊 所以你这个越瘦越高越好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GAP 我的GATE 包的它 GAP 越包的越多 越紧 那就越容易控制 这个就是越容易掌控 就可以减少所谓的 short channel effect 这就是为什么要从 平面变成FINFET的关系 本来FINFET 你的GATE就这么一点点 控制这么一点点 你现在变成FINFET 哇 你的GATE就这么大了 所以你可以抓得很紧 这为什么越到后来 scaling 这个纳米的棋 必须矮胖 进步到高速的原因 是不是 所以说 在设计师而言呢 其实也是汉存地 喜欢这个 龟又高又瘦 又瘦得很厉害 那瘦有没有一个镜头呢 这就是要考虑的问题 这就是要考虑的问题 原来你瘦 腰围瘦叫低FIN 或者FINWITTERS The depth of wind FIN The depth of FIN 叫低FIN 这是我们制成的术语 大家也要记住 它也有这个倾向 它有不欲倾向 就是说你看看 它的 它其实不欲 如果真的不欲 而是它的变化太大 它的Surface Potential 那Surface Potential 在控告Mechanical 考虑的时候 它会变得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以后 你就无法控制 你的所有的VT都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 你动不了 比方说到这里来讲的话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Dry这个Channel 根本就动不了 气喘如牛 没办法工作 就大概就是四吧 大概同意 你当时三可能也可以了 基本上四的话 大概就不行了 因为你还要考虑 你做制成的时候 你做五 比方说你做到五 当然也可能是一纳米的不一样 就是说 你说五其实四到六之间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我说的 纳米魔鬼数字之一 还有别的数字 我们在别的地方来讲 那么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的腰围 这个FIN的腰围是四纳米 那有多少个贵的原子层 这我们就必须看它 interplanet spacing 110 110就是我们的 siccone FIN的方向 它的距离是1.92 这个100是1.36 1.36 所以呢 我把40除1.92 来21层 这个意思是说 一个其它的方向都是110 有几排silicon呢 21排左右 21排左右 这个是你的极限 所以你最少要21排的这个 旗的腰围 如果你少于 这个 4个nano少于21成的话 你会出现问题 无法control 那你又瘦又高 你看看这里 你这里又瘦又高 那制成会不会有问题 是有问题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它会驼背 举例来讲 旗的高度50吧 腰围5 对不对 最少4嘛 我们说来个5好了 那么身高是腰围的10倍 那如果你在制成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 这个还会增加一点高度 那更高了 虽然 归的刚性性格很刚强 它的elastic 阳式modulus很大 但还是可能会弯曲 在某些状况会弯曲 那么 你如果查书的话 它要buckle 它要弯曲的一个critical load 这个有一个critical load 就是 sigma C critical 计算算是这个结果 5pi square 乘上 elastic modules 除以6 看起来是 还是蛮大的 对不对 这还是个有 还有五六个 七八个 这个1嘛 你1的话是 是140啊 所以你应该还很大 那其实你这个问题是 你只要有一点就受不了 一两个纳米就受不了 那制成现在5纳米 有一个Cgear Cgear germanium 它更容易作备 因为它里面含了 germanium 这种 它1.5纳米有一个规则的旗 那这个 它还有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它的整体的Yung's Modulus 更减少了 所以它更容易弯曲 那么弯曲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呢 你可以这些 其实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工资 基本的这个 力学工资 我们这网上很容易找出来 书本上也很多了 重点是 你弯曲了以后 如果碰到隔壁就怎么办 那就麻烦大了 那么到底会不会弯曲呢 其实不止 它可以弯曲的理由有很多 这个制成而言 常常 比方说前面讲的 我们前面提到 EUV跟SATP 这个或SATQP 它们的Line S Roughness 就是做这一条 龟的时候 它是 它是会抖 它是会抖 因为它不均匀 它的制成的时候不均匀 不均匀的时候 结果产生的 它从上一步的不均匀 到最后下面一步 它会产生 这个旗呢 旗呢就开始弯曲 这是非常有可能 这个是 这个报道 就是说 一个很简单的制成 竟然会造成 这个本身就来弯曲 那还有别的制成 也会造成 在7纳米的时候 IBM发现 他们在做 Space Adapt的时候 Space有很大的硬力 它会把它 碰在一起 这駝背的旗 它其实加上 Dummy Gate 上面还有一段 Dummy Gate 它的硬力是这样 从在下面 有一个Tension 上面是Compression 所以这个点往下压 而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往上拉的力量 这个力量呢 不均衡的话 不平衡的话 它就歪一边 有人做这个实验 做这个研究 就是发现你制成里面 当你的Gate太高 你当你Gate太高 而且你本身的企业越来越受高 这两个加起来 它的高跟宽的比 已经大到20了 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变变变 这个制成你就必须改变 你还救不了 对不对 你必须改变制成 想办法 Either on Spacer的 这个Stress减少 或者是把 把这个 它的Gate 变薄一点 这都是你要玩的游戏 对不对 那么 台积电呢 它有一个专利 似乎解决一个问题 不是很了解 但是它加了一些材料在上面 加了一些 改变这个硬力材料上面 这个材料 改变了这个 锡的 被拉下的硬力 本来在这里嘛 那这里是一个往下拉的硬力 它在这个地方做工 让这个地方的硬力改变了 使它不能够弯曲 也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所以各家都有它的 它的方式 IBM嘛 我想就是改 改一个 把你的那个Process Flow 改一改吧 对不对 你的Gate Bending 是因为Gate跟Spacer来的嘛 那当然就是Gate太高 你就玩薄一点 可不可以 不行的话 那你的Spacer就要改 总之 现在而言呢 看起来是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没有人在叫 但是呢 你是做研发的时候 看一下 如果说Band Bending的话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还有别的原因 其实还有不少原因 但是在这个制神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谢谢 今天就讲到第一 这个魔鬼数字4 和这个Band 跟这个Gate Bending 我说Band Bending 我说Band Bending 我说Band Bending